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佳龍是林佳龍 我也沒有這個事情跟他有什麼討論 他是他 我是我 外交部長林佳龍不想討論的是 子弟兵 王毅川被指控監控民眾 立願質詢被問起 界線 話很輕 沒有跟他要討論 我想由他自己來回應 但是您認為就是說 從您過去的各種政治參與經驗 是有辦法去得到 去識別化的個資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嗎 這個事情我什麼到目前 真的沒有很清楚這個個案的情況 而關鍵分析的資料從何而來 王毅川起初先解釋 是與民間友人聊天聊到 透過手機大數據 可以得知登記者的年齡地址 是市場分析的常用方法 但民進黨發言人吳徵出面滅火 卻是說王毅川是綜合現場 網路資訊 問卷調查等 透過不同年齡性別輪廓 不需要各資就能判斷 說法似乎有出入 既然有人是檢舉 他自然在偵辦 那就是去面對司法 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在這裡也不去多元 因為我最近沒有時間看新聞 所以這方面大概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村夫 所以對國家大事所了解不多 很抱歉 派系前輩能閃就閃 真相恐怕連自家人都物理看花 畢竟全案進入司法調查 就怕說什麼都不對 因為已經北檢已經進入程序吧 所以我們就不再對這案子評論 謝謝 這回搶救 網一傳大兵 全黨得先想辦法 不讓政治風暴繼續擴大 東森 西方 江江豪 張宇春 台報到 謝謝 謝謝